我实时很不想用这个偷制 因为这些东西真的真的不值钱 我主安妮越讲越气 因为原先只是十年房子要重新粉刷 到现在却要弄上警局 原先阳台左侧有洗衣机 右边则挂了热水器 但知识过了中秋天假 油漆完工之后却发现东西不见 东西都集中在客厅跟出阳台的这个门口 所以等我归完一位的时候 我发现阳台地板上都是水 所以我就问 我就才抬头一看 哎呦洗衣机不见了 我自己做油漆 但是你没有淹水的话 我怎么做油漆 热水器是挂在墙上的 你今天不把它拆下来 我怎么油漆 无主气的把事情投上网 表示油漆师傅 最后不仅没把场地复原 还搬走家具 甚至避不见面 双方还在留言处吵起来 无主表示师傅打了一通电话 表示要把客厅的东西搬到阳台 被他拒绝 但师傅坚称是无主说的 才帮忙清除空间 他说他所有东西通通都不要了 压房咱卖掉了 我们才搬两样 他就马上就改变 改变他的想法了 因为我有说要掉监视器 还要报警 结果老板现在就转口说 是我说都不要了 无主认为如果是要清东西 怎么只拿这两样 但油漆师傅则说 好心处理杂物 还被反将一军 已经把通年记录掉出来 准备提告 我是觉得扯过头了 因为我做工程做了这么的久 我从来没有见过 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双方各有说辞 只能掉约监视器才能搞清楚 原则上是要由油漆工来举证 确实是得到无主的同意 因为这是一个变动 所有权状态的事实 律师也提醒 没有合约 至少要留下文字 像是对话记录等等 毕竟对业者来说 讲清楚才不会理不清 而对消费者而言 是自家东西不见 损失还是比较多 要自保 除了亲自监工 留下证据 更重要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 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